CMTUGG、SDN的Session 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 這個社群在做什麼嗎? 我們希望整合雲端相關社群 WalkerState、Tubernative Staff、SDN 並且我們會每個月利用meetup 定期在台灣 就是各個地方舉行技術與推廣活動 那還沒來 那我們就先開始了 第一個Session就是 來自西村 西村秉君帶來的就是 和我一起全裸用容器 網路改變世界 我也是全裸容器網路改變世界 這樣 再開始之前 就是這個 我們晚上有個BOF 可以來參加一下 就是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在幹嘛的 這個 這個東西很有趣 我昨天想到一個梗 好 抱歉 因為今天早上 原先第一場 因為原地是SMD的一個獎師 要從大陸來台灣 但因為送到一些 呃 呃 就算 有錄影對不對 就是他可能沒辦法來 所以就是換小弟上場 那 嘻嘻嘻 好 呃 所以我們這一定是 想一個 這個的PARTIC 出來來跟大家做個介紹 那所以就 抱歉 但這個還是會牽扯到 所謂的COPLINEX 跟Content相關的一些議題 所以 不妨聽聽看 就是還可以啦 那 首先在開講之前呢 想問一下被標題騙來的舉手 哇靠 真假的 那原先 你沒有看這個標題 不想來的舉手 哇 哇 我這 我真的是符合你們 這個 這個 你們真的是蠻屌人 啊 沒關係 我告訴你這個 拳頭 你在看到標題的時候 你知道我要講什麼的舉手 欸 真的都不知道 哇 那真的太猛了 我告訴你今天不會看到18G的東西 這個挺過非常的普遍級 啊 這個 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聽到什麼拳頭 如果東西改變網路世界 最近應該知道有一個 非常知名的一個 影片 就是這個 這叫什麼 欸 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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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噓噓噓 等一下 等一下 走這邊 隨便用一個 等一下如果提問 如果等一下有問題 可以自己提問 這樣子 但是那個 我只回答普遍級的問題 好 所以 欸 所以 呃 我今天沒有要講這個東西 但 頭跟尾也會有點關係 等一下你們就知道為什麼了 好 那先跟大家來講一下說 呃 小弟我是誰好了 我是那個 欸 我看一下 單身為什麼當紅色 我最近發現單身真的蠻太慘了 我覺得要highlight一下 不然我每次講 講那麼多 對不對 我基本上能 呃 參與兩個攝取 第一個是SDNDS 那大概maybe 大概大概四五年左右的時間 然後第二個攝取 就是 呃 就是 呃 就是 反正就是看container的相關技術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最主要是因為說 我現在 限時的工作 是在Red Hat當擔任那個 那最主要看的領域就是 包含這四大領域 就是 呃 然後 open shift 就是container platform 相關的一些技術 還有SDN跟NMB相關的一些動作 對 然後我底下有plug 可能你們在一些facebook上面 應該 看我發廢文的 對 就是 加點看看 好 欸 OK 那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也要感謝一下說 關於CostCover 他在今年的 對我們的一些知識 那 龍等我們三個社群 合在一起 只要辦一個超大型的一個 一個 一整天的衣軌 那 那 反正 基本上我們進入一下正題吧 就是 來講 講一下所謂的 全裸 全裸容器網路 這是在幹嘛的咧 在講全裸容器 全裸之前 就是先 讓大家先理解一下 先了解 先對齊一下大家 對於這個容器網路的一些概念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這個 有人沒有用過cubernets的嗎 沒用過 覺得什麼 好 一個 兩個 好 沒關係 那你們今天也蠻適合這個生意 因為我前面講的真的蠻101的 就是一個什麼都不知道 對 你都可以聽的人 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 基本架構的一個cubernets的平台 那 身為一個cubernets的平台 會有什麼樣的東西 第一個 就是 就是 你要master node 又有個叫做node 我怎麼聽小朋友的廢話 簡單來講就是 會有一個叫master的角色 會去負責管理 很多不同的 computer resource 那個node的節點 你就發現很單純就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它之所以這麼有火紅呢 其實 這個很多 它的 這麼紅的原因 是因為跟它裡面一些componder的設計 還有一些網路的一些架構 會蠻有 因為它設計的其實還算蠻 不錯的 所以 因為 但我今天不會講個細 就是大家可以 就稍微聽聽看一下 稍微去 深入研究一下 它裡面的一些溝通的一些機制 但是 最基礎的狀況之下 還是要跟大家 去強調幾件事情 是說 第一個就是 Google S它強調的最小單位是什麼 POD 對 是POD也是container喔 對 那個 這個 因為我是 不是 手術家庭的嘛 這手術家庭的 那手術家庭就是所謂的Presale 那Presale就是 常常會聽 客戶的講一些 很神奇的東西 我們 我就有聽過說 欸 Combinance最小的單位是container 我真的是很難跟他溝通 最後要留意喔 一個part裡面 Combinance最小的單位是part 一個part裡面 可以是一個container 或者是兩個container 我跟妳講這件事很重要 這個要留意一下 它是可以拆兩個container以上的 只是大部分人大概一到 你遇到八九十percent的狀況之下 兩個都是在右邊的狀態 就是一個part裡面塞一個container 所以才會有很多人會造成說 是不是一個part塞一個container 這樣子的誤解 這個可以理解喔 如果不能理解 可能上網Google看一下 好 第二件事情 每一個part它是有一個所謂的 unique的ID 就是你可以看到這邊 我知道有些人說寫過信用ID 會來charge我 但是先不要管這個 每一個part裡面 其實就設計上來講 就設計上來講 它每一個part裡面 只會有上一個所謂的IP 那如果詳細看一些細節的話 你應該會知道說 它應該就是透過 NIRS的netspace裡面的network 去做所謂的isolation 還有做一些資源的分配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把它想成說每一個part 它就是一個唯一的獨立的IP 所以我們等一下做所有討論 都會基於在這個part 環到這個part的範圍在做一些討論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這個 準備知識 好 那如果說假設說 我進了兩個不同的node 兩個node 就剛好提到 這個cubinux的架構什麼 就是要master 兩個node 那兩個node 互相溝通 它該怎麼做 很簡單 它還是用一般的 底下的網卡 去做Fisco的網卡 去走所謂的2.0.0.3的 Switch和Locker的方式 去做所謂的 可能就是Switch and Locking 去做溝通 這個算蠻基礎的 但為什麼要講這麼新 其實跟我後面講的一些node 會有一點關係 所以大概在看 cubinux的網路的時候 大概要有這幾個的view 下去做一些參考 所以這件事蠻重要的 好 所以跨node溝通的時候 跨不同node溝通的時候 它具體上 在整個的cubinux的架構 拉高一定的成績 你會發現到什麼事情 就是其實 嚴格來講 我剛才講那個跨node溝通 在整張圖來講 其實我們如果把cubinux的網路 可以分為 還是一樣可以分為 所謂東西向跟南北向的流量 所謂 東西向是什麼意思 東西向就是說 server to server 它中間溝通的一個方式 就是 就是它的一些checking的流向 就是它怎麼樣去 比如說 比如說 你先不要管中間設定 發動幹嘛 就是先管 dance.net到一般的cubinux 它中間的溝通 它平時是怎麼做 做聯繫的 所以 其實大部分你們在看的一些 一些什麼 一些什麼安裝的流 什麼什麼流程 CMI的流程 其實大會跟care 之所謂的cmi 有一個parking 要做什麼樣的訊息 那這邊怎麼會 還會有一個 南北向的網路 其實最主要 北向的部分 就是所謂的 inux的traffic 那南下部分 就是所謂的 eux的traffic eux就是從內到外 然後inux是從外到內 這個上面是cline端 下面是那個 那個什麼什麼 server端 就cline到server 那我今天 整個topic都會 弱在所謂的 東西向網路 我不會講北向也不會講南向 對 但是就一般的 設計啊 還是做所謂網路規劃上來講的話 你應該要考慮到說 東西南北向的網路 到底要怎麼去做運氣 好 那我剛好提到嘛 我今天 所謂講東西向流量 那具體上 東西向流量的部分 它的實作是怎麼做 在common S來講 它會有一個 所謂的一個 反正它一定要有一個interface 因為common S如果說 你很仔細去看看相關內容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其實 common S它只是定 定立的所謂的標準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寫 很久以前我寫過Java 大概就是說 Java就是寫 寫出一個interface的class 出來 那實作怎麼做 你家的事情 這樣子 就是 common S大概就是寫那個interface 出來 那實作全部都是別人家的事情 我們做 所謂 implementation 那所以這個CMI 你可以把它剪圖成說 它就是 專門設定container的網路界面 標準的函視庫 就是 得一個spec 或者是一個library 那如果說你想去仔細下去看的話 應該要 去看到一些sauce code的話 你會發現到說 如果你們無聊的話 可以去找它的sauce code來看 它大概有定力說 我怕我沒看到 你會看到說 光一個CMI的零件interface 它大概就定義了 add,chip,delete,brary 大堆的東東 我知道很久以前 大概只有上面這一堆 下面一個都是多新增的 對 所以 基本上來講呢 其實CMI很簡單 它啥都沒有implement 它就是給一個interface 告訴你說 欸 你現在要用一個 所謂你要實作東西 那你要follow什麼樣的界面 就是這一堆 好 這堂很單純 所以這邊要注意 CMI container interface 它其實就是一個標準而已 就這樣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好 下一個問題 請問 什麼是CMI plug-in 欸很奇怪啊 為什麼我剛講CMI 跟CMI plug-in 有什麼不一樣 我跟你講是totally的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就發現有些人會搞混 CMI plug-in 其實原格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是所謂的 基於剛剛我上面所提的CMI 標準的具體的實踐方式 欸 這個聽起來好像 就比較具體 比較落地一點了 所以一般來講 你看到的這些CMI plug-in 大概會有哪一些 會有哪一些呢 這個應該大家 蠻眼熟的吧 比如說像 像這個felenor 這個呢全是 這個應該最多人用的 就是如果說你沒有什麼 太大可能 應該就是felenor 是最多人用的 那其他的話其實還是 都會不會不會不會 什麼bridge 有什麼bg啊 無人無人的 等等 但最有趣的是這個 走下這個 Windows Bridge Windows Overland 各位不要覺得這個很有 不要覺得這個好像是個什麼 那個 BS 對 最近我前輩也教我如何優雅化這樣的話 我覺得這個非常BS 我覺得很不錯 不要 不要 我只是突然想到任何 Windows的 Windows的那個container 這邊 順便要update一下資訊 Windows的東西超重要 在台灣無敵重要 大家看 我快要被打到暈倒了 所以每個人問 所以這個container 呃 對我瑞肺嘛 就是大家會問說 欸今天這個 阿你們什麼時候跟 要吃了Windows 跟個瑞肺問說 你到底會直接吃了Windows 不能吃對不對 好 各位 但是很不開玩笑的是 還真的是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 年底的時候好像真的會 走一些很奇怪的架構出來 非常奇怪的架構 我自己看好 我就覺得蠻屌的 真的是 真的心臟蠻好的 對 反正這個Windows 大家就就是 就是 好 就留意我這位置 那其他的部分就是 稍微看看這樣子 有這麼多 其實有這麼多 世界上有這麼多時間在parking可以用 好 難道的時候這些話 我跟你講 左邊這一堆叫做 官方 什麼 Georgia Kopeless 官方 最商量的社群 所支持的一個parking 右邊這是在幹嘛的 rade 你有看好 這個 所以說 其實他的Responsibility其實是落在別人家 譬如說 有人知道CALICO背後是一家公司嗎 有用CALICO是什麼 我跟你講他背後是一家公司 他是有商業版的 Wii也是啊 然後 有一些怪怪什麼 New Age啊 這個也是Nokia的 New Age對 Nokia的 然後他有些無論 反正基本上他只要不受 CALICO官方所 也不能說Blank 應該叫做說 就是他的Responsibility 也不是落在他身上的 那就是所謂貴在第三方的Blocking 所以在選型上 要留意一下 不要覺得說 CALICO裝上去就好棒棒啊 就裝上去了 然後就那個很有問題 你去問 你發音書上去 當然還是會有人理你啊 就只是說他並不是一個 他畢竟是個垃圾這次 然後還有一些比如說比較常見的什麼 這邊有編威爾人喔 沒有喔 謝謝你 編威爾的NSSD啊 他們自己有出一個CMAR plugin 但這個你要for他們一些的 一些用譜去做使用 就是for編威爾的環境去做使用 所以 你看到這些plugging 你都要comput 啊 這網路不就是L2 從左邊PIN右邊就好了 啊 刀體裡就是L3互PIN就好 到底哪來那麼多花樣啊 我跟你講喔 呃 就個人經驗上來講 的確是還蠻多花樣的 就現在的 CMI的分類啊 欸 你們後面到底看不看到 看 應該看不到喔 很難對不對 我知道 欸 基本上啊 就是這個CMI plugin 它分為五大類啦 其實老實說就我個人經驗 基本上我從前一份工作是在HCO做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做網路啊 對不對 好肥喔 對對對 做網路 呵呵呵呵 老闆在這裡嗎 欸 哪裡 欸 某 某 對對對 某 某你在那邊喔 我以為你出去了 呵呵呵呵 好好 反正 就是我現在人在做網路嘛 那 大概就會開始看一些 所謂的模糊地帶 什麼意思 呃 大家一般覺得說 以台灣的思考上來講 大概 九成九人都會覺得說 欸 網路就是關電話 我替你們訓下去管 但有個問題來了 但有個問題就是這樣 就是說 請問一下 所謂的虛擬網路到底歸誰了 OVERLAD的部分歸誰了 那如果說 呃 其實蠻有趣的事情是說 比如說在台灣大部分都還是 HD網路虛多啦 那你就管虛擬網路就會很多 呃 有些界線就是說到底是歸SERVIRUS 歸NEO TEAM下去做一些處理 那這個 這種狀況啊 那在 CORPORNEO TEAM的狀況 的那個架構之下會更明顯 就是一個 完全不知道到底是算誰的一個部分 所以呢 呃 這邊就提供了幾種分類方法 去讓大家去做 就各架構室可以自己去做一些便秘 譬如說 這個到底是 這個是怎麼做看待 譬如說 第一個 第一個叫做 欸 我先講一下我分類方式喔 我分類方式就是 把虛擬網路當叫做OVERLAD NETWORKING 那實力網路叫做OVERLAD NETWORKING 呃 就是實力網路就是 一般你看到那個switch 然後有那個cable的那種架構 那是實力網路 那上面的部分是OVERLAD 就是所謂 你只要看不到摸不到 沒有線可以拔的 那個就在實力網路 埃訊網路 快速版本 有 對對對 反正基本上你這樣分類 做分野的話 你就會看到說 其實 呃 你在上游社群看到 大部分 絕大多數的CMI BLOCKING 都屬於DLAD 都屬於DLAD 就是所謂的FrenO 有的沒有的 那種OBN 這種PLUGGING 全部都算是屬於我的CMI的PLUGGING 就是 你不需要有任何 實力網路能力 你就可以拿下去用就好了 反正基本上就是兩台VM 或兩台實力機可以復聘 會動就好了 就結束 就這麼簡單 對不對 然後 第二種的PLUGGING 我會叫做它叫做 HPROVICOR的CMI PLUGGING 意思是說 呃 這這也蠻有趣的 老實說就目前實作上來講 也就只有BMW有 有這個本事可以做這件事而已 就是它也不需要外面實力網路 但是呢它需要 CMI提供基本的虛擬化能力 去提供那個CMI PLUGGING 那BMW就屬於這一類 呃如果各位有新鮮的話可以看一下BMW的架構 它是完全 它其實沒有很很很鳥 所謂的外面實力網路 呃 的那個規劃 就是說它沒有說硬性規定 硬性規定說你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才做他們的一些 呃 support 那大部分的所有的那個support的邊界點 就是落在 呃那個那台hardware server 裡面的一些呃 堆疊上去的 還不把一層來一層的 一些內容 好 第三種 第三種就比較特別了 第三種叫做Hybrid CMI PLUGGING 那 呃 GMP它們做的叫做所謂的GMP的Contrail 就是說它可以完全的獨立做啊 就是 意思是說 它不需要跟底下實力網路去做整合 或者是說 可以去跟實力網路做整合 欸是不是有人記得說我們在講幹話 這個這個不關鍵很有趣哦 就是 它是可以不完全去咬所謂的實力網路的 但是 可以就是說在一些加工商可以做一些取捨 比如說所謂的紅和雲 紅和雲在幹嘛 你的低端網路有一些什麼實力網路的整合要比較 比較需要做一些VLOG 那如果說你在雲端 你哪來的實力網路可以管啊 我剛才你就沒有實力網路了 那那這時候你要怎麼樣把這個網路傳在一起 那這時候就是會有這樣子一個角色存在 就告訴你說哦這個 這個可以去裝一個VLOG就可以做一個 哦它的實說就是VLOG 用L3的方式把它串起來 對 就是用這樣方式把它做一個所謂虛實整合 好 這個就是算是一種方式 第四種 第四種是幹嘛的 第四種就是做跟 一定要跟實力網路去做整合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呃 你上面的那個CMI parking啊 它沒有那個底下的網路它就活不了了 就是屬於這一類 譬如做Sysql ACI 呃 比Switch據我理解也是算是 一定要我底下的Switch才能做整合啦 它好像沒辦法做那個 就是 反正就一定要Switch對不對 這樣這一類也算是那個 呃 一種 做法 那它的優勢大概就是在說 呃 效能的確會變得比較好 就是做所謂的 呃 我們的 Kanony的 Encapturation 跟那個B-Capturation 只有電磁波Gamage 好 欸 沒關係 反正基本上大家如果說 有在做 呃 有在做 聽到一些 呃 那個什麼 呃 那個 微話的話可以去做一些討論 有沒有問題 現在到嗎 嗯 好所以 第四類大概都屬於是跟實體網路去做整合的 就是大概是歸屬在這一類 第五類 第五類是 非常特殊的一個做法 這個 這個是我今天會講到的一些重點 在幹嘛的 我剛好提到說 最前面我是不是有提到說一個Path 是不是 呃 他只能以為IP 然後 呃 他的IP互相的溝通 東西向網路的溝通 是透過CMI Pro-Kin 去做溝通 那所以 他其實那個每一個IP Aport的IP 他就透過CMI Pro-Kin 去做一個FM-Pack 對吧 這個合理吧 那 這個Pro-Kin呢 這個叫做Pro-C 呃 我的這個命名都是我自己命名的 所以說哪一天你在網路上看到是別的命名 那你不要太阿姨 就是反正 就是大概這樣推 你看那些 有個東西叫做Pro-C CMI在幹嘛的 他可以堆疊在說 呃 呃 沒有我後面這個我等一下後面講 我握浮 警示我比較壞 反正基本上有就把他現在歸S的這個 大家等一下下去做看待 好 好 畢竟我還是看 S2NNB嘛 就是看了一陣子就這樣 就是在 F1一年這樣 那 那看了 看了一陣子之後啊 我再回過來看說 好 那如果按照現在container的趨勢 再去對照到所謂的NNB的這樣的一個架構 就是所謂的 Name War Function of Traction Infrastructure 就是有可能出一個i的一個架構 那到底夠不夠用 你 這張圖是N...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APG Computing相關的一個架構 那他會有一些 就是他左邊是他的Spec 今天我不會講這個 不會不會講那麼細節的東西 那 我今天要強調的部分是說 你可以看到每一個componer 他所要求的每一個componer 他可能就要一個每多隻角 去做偷偷 一個componer就需要多隻小去做偷偷 可是他現在的環境是在所謂的VNF 就是所謂的VN的環境之下 要去做所謂的... 可能... 你把他想的VNF幹嘛 就是這邊是個VLouter 就是一個Louter 那他可能...一個Louter 可能就要很多隻Interface嘛 可以去做所謂的... 那個... 呃... VRF 或是什麼... 什麼... 什麼... 反正就是Louting相關的事情 所以呢 在剛剛我所提到的CMF 就是在那個container架構之下 可不可以符合到這樣子的一個情境 答案是不行的 為什麼? 你把CIF... 呃... CIF叫做ContainerNetwork Function container放進去之後 結果他只有一隻腳可以溝通 請問有在這種情境夠用嗎? 答案是完全的不夠用 所以... 近期啊... 近期就有發現到說... 呃... 呃... 就是整個... 起碼只要是搞電... 有...有... 有在國外的電信嘛 國外電信 他們有在看的話 都會發現到說 欸... 這個有這樣的限制 那有沒有辦法去做個突破 因為他們想要說 把CMF這東西 概念非常好 他強...他強在哪裡? Occitation 他的那個... 編排的系統 其實他本身內建的什麼Failover啊 還有相關的一些 Resource的配置 Scheduling做實在是... 老實說... 真的是算蠻好的 所以電信業有些就開始有在想說 好...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帶進來到所謂的Edge端 或者是Cobias Center來去做使用 但是他裡面的Function 他需要的是要多支角 可以讓他去做一些處理 比如說BiWall 然後BiWall 或者是Profit 大概這些東西 那... 對NMB的... NMB的需求來講 他雖然很多的東西都做所謂虛擬化了 但他一樣 他也是會需要說 呃... 我剛剛所提到的所謂單一的業務的多網站 就是你可能一個BLF需要多支角 第二個部分來講 發在需要... 還是要有一個比較友善的... 比較好用的一個Resource Manager 比如說CPU怎麼分 Memory怎麼分 網路怎麼分 然後QIS那種直接就是算基本盤 輸入PUT的控制 還有一些Interface的控制 該怎麼去做處理 所以這個... 這個... 以電信上來講的話 他大概會不會以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希望說拿Prolens來去做一些應用 所以他第一個challenge是什麼啊? 第一個challenge就是第一題 我今天的那個container到底 我那個POP到底可不可以支持說支角 所以依據在這樣子的需求之下 就衍生到幾件事情 那可能有些人不知道VMF CF差異是什麼 這邊稍微做個簡單說明 就是以下的部分 maybe是一個Band Metal的一個環境 那上面可能關HIPERVISOR 然後上面就開一個VN 那裡面裝可能是VNAUTER VSWITCH V... Firewall都可以 那基本上就是... 這個VMF就是會shows Network Function 那剛剛我講的那些功能全部都屬於規類在這樣子 所以他是以VN為BAS的環境在上面去做進行的 這個應該... 因為目前全台灣應該都是這樣做的 這個非常正常 再一個 你先不要管上面那個什麼PASS啊 PASS什麼什麼的 上面這個呢 基本上他是希望說 好我一樣 我有些WOPRO在這個moment來講 不能轉成左右的container 那... 所以他VNAUTER還是keep的住 但是他有些... 有些功能啦 其實他是希望說可以把他 up在所謂的container 把他封裝起來 去做所謂repolement的 那... 就...就會開始我購出一個 vnets這一塊出來 上面跑所謂C2F 那裡面可以跑什麼 一樣 跑所謂的什麼V Firewall 然後有一個沒的 然後外面講說有C Firewall啊 還是C什麼東西 CAUTO什麼的 可以往上面去做運行 那有趣的事情是說 所以說他接下來要跑所謂的Linic Cloud 就是跑所謂的... 跑到各大公有云上面 所以你們最近都有看新聞啊 會發現到說 欸... 為什麼... 電信商開始跟... 所謂的公有云在做合作了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你開始有在意圖 這樣的氣勢發生啊 然後下一個 這叫做理想狀態 理想狀態上來講呢 希望是說... 底下的Band Metal跟上... 我底下Linic Cloud Charter 包含是底下Band Metal 或者是像是那個... 那個什麼喔 任何的公有云的環境 中間這一層 的那個Occation 透過Cubinus 來做所謂編排管理 Occ... 就是... 就是做一些控制 那上面跑什麼 跑所謂的CMF 就是跑... 剛好我手機到什麼... 什麼... Container Firewall啊... 鬼魔的各種... 這合理吧 就是你前面都跑過了 這跑這邊沒什麼問題 有趣的是這邊 原先我的VNF的那些功能啊 他現在也是希望說的 透過Cubinus 這樣子的一個Occation 一台去做... 做變換啦 那... 中間那... 有些VN... 有些VN的東西沒有辦法 轉成Container 但是我要有一個叫好處 該怎麼辦 所以就會多數這個東西 Cubinus 跟... Burnet 這樣子一個功能出來 就是這個... 做這個CubeBurnet CubeBurnet 和Burnet的功能 所以... 剛剛這三個接關啊 大概就是... 一個... 一個可以看到的趨勢 那CubeBurnet跟Burnet 這兩個的功能 基本上就是說 在CubeBurnet裡面 把一個Pub 裡面有一些Container吧 所以他管的是什麼 管一些Near process 圍薄的中間 把他換成... 那個音質層次換成 是以VN的形式 做為看待 所以他裡面可以塞什麼 A-VN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趨勢 好 所以問題來了 請問 台灣在哪裡 台灣是左邊 中間還是右邊 覺得是在右邊舉手 中間舉手 左邊舉手 我覺得真的是對台灣太有信心了 我告訴你我們在很左邊就跟他講沒有很左邊 對 這個在台灣是這樣子啊 這個 對 這個 欸 這個有錄影嗎 我今天代表那個社群來演講的 就基本在左邊齁 剛才就是台灣還在這個階段 就是這個階段 因為他們 這是有一定原因的 但我不要說這個原因有點 就跟國話有點關係 但沒關係 反正你就知道說大家還在這邊 好 那國外的部分的確開始有在走這一條 這條是有這麼一回事的 就是所謂Walker的混合 就是包含一下VN、Container 這樣子的應用把混在一起去做串流 但他底下兩個部分啊可能的那個平台 因為他不想要用 不想就是別太多的話 所以最後可能會走出Googlex 因為如果有人看那個Googlex相關的功能來 把他從Tubdown的角度下去思考說 所以我今天可以通過Googlex的一些優勢 去動態的去部署所謂有的一個V-out v-switch 那如果V-out的話 他又可以自動的去Lunch在合適的地方 然後自動把一些Config的上上去 所以要相對應的 他有些要求其實是跟所謂的Status的一些 所要的一些功能系蠻類似的 所以Googlex在電信來講 的確是蠻有趣的 是可以思考看這東西怎麼會做得更好 對 那台灣很抱歉我們還在很 就是很邊邊 好所以有些人對網路不是那麼的熟悉 那具體上應該能解決這些事情 簡單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有在研究一些V-MF-CF的溝通方式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每一個紅框或藍框裡面的範圍 就是一個所謂的ComputeNode 你就不要想一個Node就好 那我直接講ComputeNodex的部分 他可能就是開很多不同的container的部分 呃container起來 但去做所謂的chain 把那個所謂的服務鏈把它串在一起 可是服務鏈它串在一起 有幾個前提條件就是他這個角要多吃啊 就是這個 在這個地方就遇到很多限制 所以不管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在 呃起碼是在電信的領域上來講嘛 你只要遇到有這樣類似的需求 其實一個instance要多吃腳 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需求 嗯 好 所以我們把它簡化了一下這個問題是什麼 問題就是說 我現在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的一個pop 現在只有一個interface 可以做使用 那 所以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它所有的功能 所以現在的concreation 它就是 呃 做一個非常機態的配置 入落在所謂的 的那個 呃 呃 呃 一般的Node上面去做 做設定 那這兩件事情就有點不太符合電信 呢一些 也許有時候可能要一些比較彈性的一些應用 該怎麼辦 所以就會衍生出一個專案叫做 Mu Mu Mutas 我的新加坡同事講的 發音 好像是這樣 反正你本來講的就是Mutas 這個專案它最主要目的是 希望說 原先我有一個part裡面 只有一個interface 透過MuNux的幫助之下 讓它變成有多張的interface可以做使用 有辦法講得簡單 就是原先只有一個 一part多 呃 對一個IP現在變成一個part多 多個IP可以做應用 所以要做什麼事情 簡單來講 它就是把這個呃 原先固定的那個concreation指下了MuNux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它相關的一些IP的配置都透過CRD來做一些控制 那我今天不會講這個很細的內容 反正就是一些CRD 讓它達到說一個part 它裡面可以有多張的interface可以去做溝通 所以呢 具體上來講大概左邊跟右邊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差異 每一個 你當你沒有用所謂的MuNux的這樣子的一個CMI的barket的話 那原先就是Properless 只能接一個CMI 去讓這個CMI就是去provide一個所謂的IP出來 去Properless interface 那你接了MuNux之後就會有這種效果 Properless接了MuNux之後 你還會有所謂的 你還可以再接多張的不同的那個CMI的那個 的那個 的那個plugin 接在上面 那每一個plugin 喔對不起 每一個plugin 它都可以去產生對應的interface去做使用 所以這時候 很開心的 我們的每一個part有多張網卡可以做使用啦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呢 就現在在這種前演的狀態之下 具體上 呃 我們幾個target的use case會都在哪裡 大概是 就是邱莫瑋他前陣子 欸 啊 你先要表他了 反正基本上就是說 呃 我現在有一個 5x的環境 有多個part 那我希望每次part 買個part有多知曉 可以去做工 maybe是 你會看到我上面的網罐是兩個 完全totally不一樣的網罐 那我可能一下要走上面一下 要走下面的一個node 去做一些沟頭 所以按照這樣子一個架構之下 那我要怎麼拿去做相關的配置 其實這邊有個既有的基礎叫做srv 這個切老說是真的算是第一個 第一到二的會先看的一個taps 因為srv他本身是所謂的一個 規範標準 如果有詳細 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那個 什麼sr 他有那個 這個產統他有寫的一篇文章 可以看一下 他主要有兩個功能 一個什麼叫做pn5 vistful function 另外叫 vistful function 主要在幹嘛 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有一張網卡 是個paw 我其中一個paw 可以被虛擬化成 maybe32個bf vistful function的一個 的interface 可以讓每一個paw 每一個cubinx的bm或paw 去讓他attach 他有一個效果就是說 最後你看到的是一個實體的 一個實體的一個paw 實際上在整個虛擬層的部分 他可以變成一下類似 TCI開始誤的方式 查進去到網卡 去做那個 他一到bm或content去 直接去做使用 效率上來講是算非常好的 所以 這個有興趣可以看一下SRB 他裡面的內容 那我這邊補充一下 SRB並不是intel的專利 絕對不是專利喔 所以他不限定於說是所謂的網卡實作 只是說大部分實作都實在的 不過在網卡上 因為比較明顯 所以就是今天為什麼我會講全裸 融化的東西網路的原因了 因為其實 他這個網路架構會變成是說 其實他們還蠻有bm的resource的 意思是說 請問在這樣架構 你真的需要所謂的HPW嗎 老實講是不用的 老實講不用 你這個bm上面裝了一個 任何的OS 他只要有辦法能 可敗所謂SRB出外 那 這太小了 火外任何SRB出來之後 然後透過那種CNNi HUTAS 借接 一個SRB的 的一個parking出來 很幸福 這個SRB的parking出來 然後其他的interface 你接一個叫 接Plan 或USB的方式 接出來去做溝通 那SRB他咬的部分 就是直接咬到實體網卡 你看看他這邊VNF VNF啊 的一些 的interface會落在這上面 去做其中 就是這兩邊會去做一個communication 然後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管理節點的一些網路 他可以再透過比如說 Planel的方式 讓他的那個 的網路可以做 二次的轉發板 就是讓他有兩條路可以走啊 就是管理歸管理 然後DataFrame 歸DataFrame 所以打從有這樣的東西出來 ControlPlan 跟DataFrame 就完全都可以做一個切 切離的動作 而且他的層級是以PAD的層級去做分割 而不是以一個Node的層級來做分割 這是有非常大的不一樣 所以如果仔細看的話 我剩下麥克風 仔細看的話啊 你可以看到說其實 就是 呃 就如同我講的 一個fiscal的一個網卡 他可以去 提供非常多的VF出來嘛 那每一個VF 他可以attach到每個PAD 去做溝通 這是對 這是他裡面的SRV 他這個CNI property 想要提供的一個價值 那意思是說 你加乎PAD 你底下加乎PAD之後 就可以去 別的PAD 別的POD 一個PAD裡面的其他interface 也可以用其他的CNI來做設定 Maybe 理想狀態就是混合 混合的那個CNI的滑屏 Maybe可能混SYSCO 混DRIP 混Biswitch 這樣子的幾個滑屏 混在一起在同一個PAD來做試做 這有沒有可能 就技術上來講 的確是有這麼一尾式 那另外方向的話是 呃 我剛剛講到第一個是SROV嘛 第二個方向是OBS的PBDK 但這個太細了我就不講了 反正基本上他目前 PAD給兩個UsePage 輸入在這邊 然後第一個是 的確是最具體的 對啊 打從這樣子 呃 我有多網卡的一個PAD裡面 可以有多網卡之下 我就可以開始做 所謂的TRAINING的 TRAIN的動作 比如說 我一個PAD的 IN跟OUT 都 IN OUT的部分 然後控制 控制我們 Manager的部分 跟所謂SOLICH的部分 所有的一個PAD裡面 原先BEM可以有的功能 在PAD也可以100%的做這個實線 這樣裡面的控制 也可以做到這樣子 類似一個 類似一個 一個效果的 鎖鏈把它串在一起 這樣子的效果 那目前的SFC 它TARGET 幾個UsePage 因為我時間完全的不夠了 所以我就 就是四個 有興趣的 我這種影片會丟出來 就是有興趣再看一下 大概會有所謂的 穿在一起啊 然後做一個HA 或做一些 可能HAA怎麼 ScaleOut 怎麼一下 一大堆有的沒有 SFC 可以看看 那這個是在去年的時候 我記得是日本吧 我們日本同事弄的 就是一個5GC的一個架構 其實它最後搞到最後面 它其實是在5G的環境之下 你可以看到Mutas 你現在借了一大堆 各位看不懂的一些 縮寫 但不打近 沒關係 反正 就是 TARGET 它可以多了很多隻 角出來 可以讓你去做支援 所以以後 網路規劃在Content的規劃之下 你在地端 然後Premise的環境之下 你要去做規劃 要開始要留意一下 網路的一些 配置要該怎麼做的 好 反正這個SDS 大家可以去參加一下 對 就是 反正有個興趣可以去參加一下 就是這個大家可以加一下 這個神團 看一下裡面的一些配容 好 所以我們講 因為剛好 一大早我剛剛講說BOF嘛 我們晚上的時候會玩一個叫做 小遊戲帝王的遊戲 超好玩 對對對 那個 如果你自認對 就是 反正就是 對這種概念性的東西滿熟 反正就是 我們可以玩一個很很有趣的小遊戲 然後我們會 會抽個禮物這樣 第一沒有禮物 第二幣沒有 對 可以玩一下 BIF要記得參加 阿如果不知道BIF 我去哪裡參加 可以找一下這個QR Code 但是很遺憾的 我沒有時間給你找 所以 就是大家過了 就是大家去看一下配書的 那 就是好 歡迎共鳴 然後最後 最後一句 就是希望說 其實社群它是需要所謂的正向回饋的 正向回饋是說 我知道很多人都是 製作一個收集的動作 但實際上 還在想的 社群是希望說 你有一些 無論是一些comment 或有一些 具體的contribution 其實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那 對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正向回饋的意思 好 感謝大家